今天有机会一起来学圣经里面很重要的道理 原来我的讲章题目是因为平常发生的事情得到启示 这一次也是 昨天我们主持一个双试礼拜 因为我一个礼拜以前已经知道 这个过去的老人家他心愿要我组成 所以我一个礼拜都在思想 他用我讲什么事情 讲什么事情 因为他有很多子孙 三十多年前开始来美国的时候 做在这里一起敬拜神 然后后来一个个离开 剩下三个四个 跟他自己四个在这里 所以一直都在想 我应该讲什么话 结果我还是照圣经讲出来了 我知道在哪里 做传达人什么都要知道的 其实很重要的事情 这是一个幻现或者幻想 他英文你要学认是illusion illusion reality 和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信耶稣很多人只是一个幻想 他们幻想可以上天堂 幻想也有好处 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这应该 世界数据 就是我看到的 有我陪在你身边这句话 有我陪在你身边这句话 就能够救八十万人 放弃自杀 救他们肉体的生命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好像 弟兄才能彼此祷告 彼此关心 就是信耶稣里面的现实 在世界上的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 我们知道有人关心我们 就是在生活上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世界 现实 得到的数据 我陪在 有我陪在你身边 其实这种事情 我已经做了五十多年了 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 有灾难的时候 我都到她身边 有时候我就安静坐在那里 给她知道 我在这里陪着你 你不是孤单 也不要担心太多 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 还有弟兄姐妹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五十多年来 还没有听见或者看见 来教会的人 至上 所以这是 应该是真实的事 就是幻想也有好处 就是如果你能够幻想 有神跟你同在 有弟兄姐妹关心你 也是个好处 只是有时候幻想的 有一个分别 若是我们能够感觉到 主对我们说这句话 我在牛儿这里四十年 就常常觉得 主的手在这里 带领我们教人工作 我们有很多现实的现正 我再讲一次给你听 几个月以前 我从楼上掉下来 十三季的楼梯 记得吗 我弹到第七季中间那一季 然后弹到下面那一层去 我的背撞到最后那两季 上了之间 我在想 我陈约翰终于完蛋了 真是这样想的 我思想也闪过 我陈约翰今天 真终于完蛋了 后来呢 我清醒过来 没有事情我 真是稀奇 我自己都很惊奇 所以我从今以后 我上楼梯下楼梯 两个手抓住那个扶手 小步稳定才下去 真是危险 我以为我那次已经 真的完蛋了 感谢四人姐 我们这里有意思 你没有骨子松转 OK 疏松 感谢四人点 感到主耶稣 说你不要胖 我与你同在 然后我们这里有弟兄姐妹 所以我这个礼拜 我常常告诉我们这里的 我姐妹 她妈妈去了 我说你放心 神经存地中在这里 站在你旁边 不要怕 能救我们的肉身 也能救我们的魂 生命 就是这一点不同 事实上有两种性别书 两三个礼拜前 已经讲过了 有真性别书的 也有鬼魔性别书 它分别很简单的 其实现实上面的东西 性别书的事情非常简单 只要你能够把它配合 这下一次简单 这样讲 能够把它配合 你在中国可以看网站 会放在网站上面 事实上有两种人信耶稣 很简单 你信耶稣 按耶稣的话去做 真信耶稣 你信耶稣 违背耶稣的话 是鬼魔信耶稣 非常简单 好像今天信耶稣人 都应该在这里敬拜神 或者在附近的 基督教会敬拜神 这是西部来书 十章二十五节 上了恩代五十多年以后 我知道圣经写在哪里 西部来书十章二十五节 而且我的普通话讲的 算是很准的 你听得懂就行了 有时候我要讲四 一二三四的四 我是讲九十的十 OK 因为我希望你们听清楚 特别是好像 昨天的机会 我一定要慢 准确 因为一辈子 只有一次的机会 信耶稣又遵行圣经 有记载的 是真信耶稣 所以我特别今天 把圣经拿上来 圣经有记载的 那是真信耶稣 如果你信耶稣 做好多圣经没有记载的 特别是礼拜天敬拜神的时候 他们昨天在这个三四礼拜做了一些圣经没有记载的 但是因为那是不是礼拜天敬拜神 所以我妥协 所以我妥协 这个三四礼拜跟敬拜神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要谈情 有诗班 有人问我 我说没有办法 但是在圣经记载 敬拜神要用嘴唇的果子 希伯来说十三章十五节 我都知道 真信耶稣的人 遵行圣经有记载的 鬼魔信耶稣 遵行一些圣经没有记载的 信耶稣不遵行圣经记载 是鬼魔信耶稣 经文在下面你自己研究了 所以很多人要批评我讲的东西很危险 所以我常常提醒他们 耶稣对那些正在信他的犹太人 正在信他 我特别查考原文 Having believed Having现在进行事 耶稣对正在信他的人说 他们是输鬼魔 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 经文在那里 耶稣对奉他名传道 赶鬼行许多异能的人说 他们是作恶的人 耶稣说的 经文在那里 你们大家自己可以研究参考 史瑞悠昂曾经对主说 主啊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要叫他停止 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他不是我们的人 史瑞悠昂也觉得这样不对 他说主啊 我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 但是呢 他不是我们的人 也就是说 让他去做 所以 幻想里面也有一点好处 不发者 就是魔鬼撒旦 要照着撒旦的指示 来用各种神迹 其事 迷惑人 所以如果有人来说 他能够行神迹 我一辈子 碰见这种人 我立刻好 我请你吃饭 立刻带他去殡仪馆 我要看 他能够在殡仪馆里面 尸体都活过来 OK 因为这是最显明 立刻可以验证 感谢小人别 我从小就敢做的事情 凡是有牧师 他说他会行神迹 我说感谢主 终于有一刻 能够行神迹 快点一起来 我请你吃饭 然后呢 去殡仪馆 不是去医院 殡仪馆最好 但是没有人敢 从来没有人敢 感谢小人别 OK 我做了很多 人家不做的事 我们怎样知道 是幻想 或者是真实 很简单 有人说 他有圣灵充满 充满到他的色头 能够发出圣灵的声音 这个我有录像的 验证的方法非常简单 我问他 诱汉三章十六节 怎么背 说什么 诱汉三章十六节 说什么 他立刻背出来 神爱四人生家的独生者 给他们教信他了 不出面 反而有神 我会背了 小孩子就会背了 他就背出来 非常高兴 以为自己很棒了 我背出来了 谁知道呢 我说 中文圣经 没有完整翻译出来 你不知道 中文圣经 这一节圣经 没有翻译的完整 你不知道 我现在讲话是慢慢来的 感谢神明 因为我已经老了 我一次 七十六来 七十六还年轻 所以我要慢慢讲 觉得清楚 以后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还可以听 还听得懂 非常要紧的事情 所以充满他的 一定不是感动 门徒写圣经的圣灵 一定不是 感动门徒写圣经的圣灵 如果充满他的 是同一个圣灵 感动门徒写圣经的圣灵 他必须知道 他必须知道 他必定会知道 所以我都知道了 我充不满的 你们明白吗 我是一辈子充不满的 我都知道了 他充满到 摄楼发出摄楼的声音 必定要知道 所以我告诉他 充满你的 一定不是 感动门徒写圣经的圣灵 我讲了有人说 那不是邪灵吗 那我说 你说的 我没有说 我要等他们自己去说 懂得言之 不是 感动门徒写圣经的圣灵 如果感动门徒写圣经的圣灵 充满他 他必定会知道 好了 清楚了 分析清楚 不要给人家骗了 所有常在 我很担心 所以我在中国一有机会 我会说 从今以后 欧洲神修家 不能来中国骗我们 我们中国人自己会读 会唱 会讲 感谢神恩给 他们骗我们 骗了三百多年了 我怎样知道 我们怎样知道 这幻象或者是真实 也是非常简单 利益坚定建立幻象 他们说 有主与他们同在 在他们身边看顾他们 这是幻象还是真实 许多宗派教会的人 常常喜欢对自己说 对别人给这样说 感谢主 赞美主 每天都感谢主 赞美主 有一天 他在我面前讲这个话 我说 你不能讲这个话 美国不是自由的吗 为什么我不能讲这个话 我说 因为你没有依照圣经信耶稣 你不能讲这个话 讲这个话 你犯多一个罪 你骗自己 你骗人 你建立一个幻象 给人家幻想到 你这是真的信耶稣 我会数你很多很多的罪 所以我劝你 不要讲这个话 你没有依照圣经信告主 敬拜神 你不能讲赞美主 赞感谢神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肉身生命 也可以好好地活 可能活得比我更健康 更健康 因为他深信 这个幻象 坚固的建立 在他心里面 所以他的肉体肌肉 所以现在我会讲 很准确 他的肉体 但是我们明明知道 提多书三章十到十一节 上个礼拜 因为办这个商事 我花了好多时间 背这些圣经 因为我要背给他们听 中派是背道 犯了罪 定自己的罪 提多书三章十到十一节 你自己去读 只是我们中文翻译得不够清楚 你可能都不明白 因为圣经也没有翻译得清楚 你也可能不能明白 但是这个神的旨意 耶稣讲的 马太十三章十到十五节 马太十三章十到十五节 有些圣经真理奥秘 是特别 神特别留下来 给我们基督教会的人 我讲一百次都不怕的 有些真理智慧 耶稣说的 是特别留下来 给我们基督教会的人 所以你们非常有福气 今天来到基督的教会 我也是因为我在基督的教会 从小立志 我要自己研究圣经 然后照着圣经的道讲 配合现实 感谢神人 直到今天 神特别怜悯 保守 与我同在 叫我有这个勇气 有这个生命 有这种环境 能够这样讲 我不怕人家来 就吵我犹豫 没有人奉献 我也有方式 感谢神人 我小孩子的时候 看见我的老师们 传道了 别人欺负得很辛苦 我长大讲道 我不要你们的钱 我自己要找方式 我就是要找 讲圣经的真理 感谢神人 现在我们这里 有些年轻的 弟兄姐妹 非常容易奉献 一张支票 就五百块钱 感谢神人 所以我一点不担心 十年没有人奉献 我们也可以活 总而言之 上日恩待我们 我们是一定要 照圣经 所以我们知道 他们的感觉 有主与他们同在 是一种幻想 不是真实 是的 这个幻想也有好处的 能够救他们 肉体的生命 也能够救他们 八十万人 肉体 不会刺杀 毁掉 但是救不了 他们的魂 因为他们这种的信心 是一种幻想 以为神与他们同在 其实是魔鬼与他们同在 耶稣也讲的 如果你是受魔鬼 受世界 世界也爱受他的人 感谢神的点 这都是圣经的真理 所以非常奇妙 现在主的恩典 我能够记着 他记在什么地方 我们真实 怎样确实知道 这个感觉是真的 非常要紧 好好的学 这个人主日 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依照圣经 有记载的经拜书 非常简单 他只能骗你六天 第七天 就看出来了 他有没有 依照 西波来书 十章二十五节 使徒行传 第二章第一节 使徒行传 二十章第七节 使徒行传 二章四十二节 所以杨教授 我请你要读圣经 把十六节读十次 他叫我刚才用了好多 在里面 如果你礼拜天 还有第二章四十七节 如果礼拜天 不在基督教会里面 依照圣经敬拜神 依照圣经敬拜神 你感觉 你认为 你说感谢主 赞美主 主与我同在 那是幻想 幻想 清楚没有 各位清楚没有 非常简单 他礼拜天 不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依照圣经 经敬拜神 他以为有主与他们同在 同在了一辈子 直到死 以为 很坚定地 唱出来 流泪 滚在地上 这么热心 幻想 Illusion 基督教会 就是基督的身体 我昨天 三十礼拜里面 讲几次了 他不许可我写出来 所以讲出来 其实后来 他自己也报告 他说我妈妈 在基督教会里面 三十年 听不听见 你听见 他自己说出来 OK 因为我说 这个秩序表里面 不能印你教会的名字 他说 那你教会的名字 那我说 你不印就不印咯 没问题 这是我们 习近平 应该把英雄 谈判出来的 OK 我们谈判出来的 OK 你不写 我不写 OK 他自己报告的时候 我妈妈 在基督教会里面 三十年 OK 我读圣经 讲道 得救人 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慢慢讲 是主 把他们 放在基督教里面 使徒行算 第二章四 基督的基督 这件事情 我昨天也用过 你知道吗 OK 感谢神人典 基督的教会 就是基督的身体 你要确实知道 主为什么建立基督的教会 从天上 门到地下 建立基督的教会 马太十六章十八节 要确实知道 为什么主把得救人 放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现在你知道了 所以你在基督教里面 信耶稣 你感觉有主意的同在 可能是真实 有可能是真实 为什么还是有可能真实 不是十分可能的真实 以后有机会再跟你理解 因为基督教里面 有一些人 不是真信耶稣的 OK 所以也要小心 总而言之 我今天把它讲得很清楚 希望以后 你们把这个录像 好好去研究 从罪都释放 必须明本真理 经文都有了 很时间我不再搞评 那些经文了 明本圣经真理 你必须信耶稣 受洗进基督教会里面 遵守圣经的教训 越遵守 越坚持 理解越多 再讲一次 你信而送洗 进入基督的教会 你越称情 就越理解越多 这是我为什么应该 现在我能够这样讲的 明白了 我1980年 哇 30年前 1980 20年前 我写那本书 我现在不敢给人 太幼稚了 OK 神将这些智慧 收藏起来 留给基督教会里面的人 真言书第二章第七节 所以有人说 陈祥安只知道新幼 旧幼他不知道 这是旧幼的了 所以你要搞这个话 要小心 OK 感谢神的恩典 那是真言书第二章第七节 神把真智慧 留下来 给行正义的人 行正义的人在什么地方呢 基督的教会 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 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 你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吗 是 你的感觉 有主与你同在 是真实的 你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吗 不是 你的感觉 有主与你同在 是幻象 清楚吗 清楚吗 李公峰 要不要再讲多一次 不需要了 OK 好 记清楚哈 你在基督教会里面吗 不是 你感觉主与你同在 有神保护你 是幻象 幻象也有好处的 你暂时骗自己 很多人骗自己 骗得很成功 我上面里面还指着一个人 你在撒谎骗自己 骗人 你骗不了 陈又汉 感谢神恩典 我连这个也点着他讲出来的 感谢主的恩典 如果你不是 你感觉有神通在 你感觉很幸福 这些感觉都是肉体的 都是幻象 好的 清楚啊 我今天就立志神恩典 神的恩典 我要把它搞清楚 更多经文给你自己参考了 主耶稣说 叫人活着了乃是灵 若即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圣灵 就是真理 神的话 就是真理 神的话在这里 圣经里面 不要醉酒 酒能死人放荡 要被圣灵充满 再搞一次啊 圣灵充满是这样啊 下来 这个要下来三村了 因为有时候圣经很厚啊 圣经的道 充满你的思想 充满你的魂 充满你的心 所以我常常说 我是一辈子充不满 因为我好像没有办法 把这本圣经完全充进去 这才是叫充满 所以你问我问题 我把圣经真理 圣经的经解告诉你 不是我在回答你 是圣经 是圣灵 那想清楚啊 听清楚啊 你问我问题怎么大 我拿经文 不是我怎么说 当用各样的世慧 把基督的道 疯疯疯疯 充在你心里 他这里翻译 存在你心里 那不是一样吗 他冲到你心里去 圣经的道 所以我读了五十多年 每天读 我还有一天 我五点钟就打电话给他 他说我还没有睡醒 我说对不起 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 我五点钟开始起来 读圣经的时候 看见我的手机 你打过四次给我 我恐怕你要紧急的事 感谢神也记得 你早起来 读圣经 导告 要疯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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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要疯疯疯疯疯疯的存在你心里 用诗章 宋慈 宁波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 郭宋慎 郭罗西书 三三十六写 大家一起要参加这种活动 大家常常感受到 有神用我们重战 那是真实的 结论了 是的 这几个字 能救八十万人的肉体生命 不自杀 这是根据我读到的 数据 但是圣经主的话 能救无数人的肉体 也能够救他们的魂 不需要下地狱 OK 所以今天我是很客观的 跟各位一起分享 甚至为什么我愿意 以律师来传道 希望你们得到 真的感觉 神与我们同战 神与你同战 然后呢 你在这个世界上 遇到什么灾难 不需要惊慌 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 为主帮助我们 我也常常背那些圣经 西伯来说 十三章第六节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害怕 人很难把我怎样呢 我自己也常常背的 求神帮助我们 愿神赐福保守各位 OK 现在有一点 报告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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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